看菜吃飯 看菜吃飯 Margaret師傅 今天適合美女, 做甜品 也適合你 讚你吃吧 對, 今天我會做提拉米蘇 但今天用了抹茶味 中間會加日本和菓子 增加口感 今天我們會做的其中一款 叫割餅 很容易做, 用了割粉 用筷子也不需要 不用, 其實很容易水溶得很重要 接著我們加點糖 黃糖, 好嗎? 這裡的甜度隨你喜歡 黃糖、白糖都可以, 是嗎? 兩樣都可以 我用黃糖比較香, 所以我沒有溶掉 另外, 也是抹茶味 所以我也有抹茶粉, 加進去 先把它拌勻 接著可以放水 普通水和冷水就可以了 先放一半, 好嗎? 讓它慢慢把糖和割粉溶掉 先把糖和割粉溶掉 你說剛才水溶性很強 對, 水溶性很強 很快 溶掉粉粒 看看它真的沒有粉粒 基本上已經可以了 好, 接著可以把剩下的水 也加進去, 好嗎? 接著開一開後, 要用來煮 要把它拿過來 對 現在這個狀態挺稀 沒錯… 因為粉還沒發揮 令它健結身的效果 所以我們要拿過來加熱 才能做出這個效果 先開火 好, 我們用什麼火? 慢火… 慢火 先炒小一點 對 不然的話, 它很容易燒焦 基本上用慢火 控制住它也行 一定要攪拌, 要嗎? 要, 因為它一定要受熱的時候 它的粉當然會入底 開始凝固 變成糊狀 對, 會變成糊狀 如果在家裡請推你吃五分鐘 很快 突然結得很重要 對 我熄了可憐 其實還差一點 你看到還有一點水 但是我熄火 因為餘溫已經足夠 將它再… 是不是要不斷地攪拌? 一定要 剛才你說… 一定要玩 小朋友玩 真的嗎? 鬼口水 對, 鬼口水 還要做的, 還有一個步驟 就是我們要把它拿來蒸一蒸 要蒸完嗎? 對 因為整個砍嗎? 對 蒸完之後… 再切開 對, 切開 今天我會做得比較扁 當然如果做真正日式的和菓子 它比較厚一點也可以 好, 我們可以拿去蒸 大概十分鐘左右 試試馬蹄膏加割粉油 不知道可以嗎? 有另一種口感 沒有, 不可以叫馬蹄了 再… 接著將它加水蒸, 十分鐘 好… 蒸完之後 放涼了 對 放涼了 放涼了 這個… 對, 我已經冷藏了 待會兒我們早上之後 放涼了, 好嗎? 好 好, 接著就到涼了 涼了的部分, 好嗎? 首先我有三種蛋黃 好嗎? 接著這裡, 我們可以加點糖 糖最主要是加點甜味 所以我不喜歡吃太甜的朋友 可以自己加減少一點 因為有時候有些甜品不能減少 譬如你做蛋糕, 糖分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減得太重要 是做不到的 但今天這個幸運就不會太大 當然, 但你別說我完全不加 這樣不行 你做蛋黃的部分, 你做不到 好, 接著這裡 我放一點木柴粉 半茶匙左右 待會兒那個顏色混合也更好 接著我們可以先把它發均勻 接著我們拿過來這邊 要坐熱水, 把它發均勻 為什麼呢? 你看現在還是一個很稀的狀態 所以其實我們要把它這樣煮熟 煮熟, 煮熟, 也要把它一邊發鬆 然後加一點空氣 所以令它一會變成一個 所謂叫沙埔翁 如果是用打蛋器的電動 用低速可以 對 要打到什麼程度? 你看到現在開始 有沒有看到它已經鬆了? 沒有剛才那麼扁 還有那麼緊實的感覺 是, 好嗎? 所以我們一邊發就加一些空氣 但是下面一邊加熱 就變成將蛋黃煮熟了 我們怎麼知道它還可以呢? 其實你在家裡可以自己 放一隻手指上去碰一碰它 當然要洗乾淨的手, 好嗎? 你不要戴手套, 戴著感覺不好 你洗乾淨的手, 放一隻手指上去碰一碰 暖暖的就差不多可以了 好, 那個碗也開始燃了 所以我已經離火了, 好嗎? 好嗎? 沒多個碗已經開始燃 離火了 然後就可以… 其實你看到現在還很滑 我希望一直保持這個狀態 稠了很多 稠了很多 你說我還是不肯定的 很容易而已 你可以拿一隻匙羹, 好嗎? 我們可以把它包著這個匙羹 但你看到就是這樣的狀態 對, 也不是硬了, 硬了的話… 就變成另一個食法了 對, 不好意思, 又重新來了 好, 這個我們先放在一旁 讓它放涼 好 接著我們可以預備我們的… 材料, 其他材料 對, 手指餅, 當然要 我先開了綠茶粉 因為平時我們沾咖啡 今天就沾這個綠茶粉, 好嗎? 這裡我們可以放一湯匙左右的綠茶 然後我們… 要加熱水 對, 加熱水, 開一開 對, 當你開一杯綠抹茶喝 對… 要不要人家的綠茶, 要用那個什麼? 那個白, 大哥的白 對… 會比較好 而且那個有, 當然是最好 因為那個會令抹茶粉容易開到 可以弄鬆它 但沒有的話其實還可以的 用匙羹或用叉子, 把材料拌開都可以 好, 這裡我們也放一攤 不然等一下會燙傷我的手 也是熱 對, 好 好了, 我們基本上就準備好了 可以開始組合了, 好嗎? 首先我們可以把這個… 這個馬斯卡彤也加進去, 好嗎? 因為馬斯卡彤的意大利忌廉芝士 比較對溫度敏感很多 因為平時芝士, 我們不會怕 它攪拌會溶, 不會的 但這些預熱會溶的 所以我們要小心一點 不可以放太熱的東西, 好嗎? 還有這個就是 免得不要再用發的, 發得太重要 再發得太多的空氣, 它就會分解 這個就是我們基本上 那個馬斯卡彤的臉芝士想搞定 另外不少就是這些手指餅 好嗎? 我就要量度一下 它的尺寸, 把它切掉 這個可以了 當然我們這些不是不要的 你可以自己吃了也好 或者你不介意 就把它一邊拼圖, 拼在那個碗裡 也可以, 好嗎? 我們今天這裡… 我們比較漂亮 把它切得公正一點 好嗎? 我們現在可以把這個手指餅 放進去浸泡一下 為什麼會用手指餅呢? 因為你看到手指餅 其實它那個… 把醬汁吸收起來 對, 它的孔很粗 所以很容易吸收到茶味或咖啡味 好嗎? 不要放太久 放太久, 放太久, 或它吸收得太重要 它都破壞了 破壞了 破壞了, 它就軟了 阿瑞師傅, 可否把它放在底部 給我們看一看? 好 好, 你們看一看 好 就是這樣, 好嗎? 基本上你喜歡填滿底部也行 或者你喜歡留空間也行 除了你自己喜歡的 好, 接著到這個割餅 你喜歡大塊、小塊 你喜歡多填兩層也行, 好嗎? 對 好, 接著可以把這個芭筍放進去 我今天這麼小的盒子 我只有一層, 好嗎? 把它燉一燉 讓它填滿盒子的每一個空間 好嗎? 接著可以放進冰箱, 冷藏 就這麼簡單 冷藏多久? 很快, 兩個小時左右就行了 好嗎? 好 冷藏了兩個小時後 現在大功告成了 對, 你看, 泰拉米蘇基本上 已經凝固了 我們吃之前, 可以把綠茶粉放進去 這些, 多一點隨意 這個不是很討厭嗎? 有時候吃這個泰拉米蘇 是 對, 粉會變得到 對, 俗襯了 所以我們吃的時候 記得千萬不要對著它 吸一口氣 通常會出事 但是不撒就好像不漂亮 所以我們這裡面前撒上這個 通常在高級餐廳 都是把這個甜品放在很大的碟裡 撒一些糖粉也好, 什麼粉也好 你有沒有覺得好像… 每次都… 好, 今天就跟大家示範 這個抹茶提拉米蘇 要是嗎? 你會覺得是… 還有… 你會覺得很濃烈嗎? 我會覺得很濃烈嗎? 你會覺得很濃烈嗎? 你會覺得很濃烈嗎? 我會覺得很濃烈嗎? 感谢观看